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7日的港独新闻 我是林嘉义 先首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位于前镇淡黄区的前镇第一公有市场 传出将要拆除 让进驻的摊商不满 要求市府实现新建新市场的承诺 市议员陈丽娜也呼吁市府要照顾摊商 期盼寻求双赢的办法 台湾灯会吸引许多观光客 不过在爱河的中后段 却没有享受到人潮的红利 当地的里长邀请大家可以沿着爱河散步 来感受港都的悠闲步调 在北高雄有一家知名的化框经销商 成立迄今数十年 为了应用市场以及客户的需求 将古典和现代感结合 在南台湾的化框界一直独占熬头 高雄市十七号新增两名确诊个案 都是与确诊者接触后被感染 相关单位已经进行疫调与匡列 而十六号传出中油大龄练油厂 有三名员工确诊 市府已经针对全场员工及家属 超过三千多人进行筛检 目前出入的检验报告都呈现阴性 高雄市十七号新增两例确诊个案 一位是之前茶饮店员工的女朋友 另一位则是在新北市被感染 回到高雄才发病 卫生局在半夜收到报告之后 立刻进行疫调与匡列 发现其中一名确诊者是Uber司机 那他是一位这个Uber的司机 但是他所有的旅客名单 我们都有掌握 都也陆续的盗检 那其他社区的风险 大概是在他这几天 这个接触的这个餐厅 然后我们也透过车便跟餐厅 调阅相关的录影带 来厘清他的足迹 搭车的顾客名单都已经掌握 市府公布足迹请民众注意 另外16号传出三名中油大林厂的员工确诊 已经针对员工以及家属 共三千多人筛检 目前出入的报告中并没有阳性反应 由于目前不少确诊者 都是在用餐时被感染 市长陈其邁也呼吁 吃完饭后一定要立刻戴上口罩 请洗手才能有效避免疫情传播 记者曾光佩高雄报道 亚洲新湾区高级大楼林立 新建案不断涌入 但在这也有一处前镇第一工有市场 与豪宅碧林却形成强烈的对比 近期市府跟传出将启动拆除 让摊商不满 市府违背过去将新建新市场的承诺 现在就带您来了解 亚洲新湾区高级建筑一栋栋的在盖 盈然是现在最精华的地段 而在这淡黄区内却有处破旧 简陋铁皮搭建的店铺 这里就是前镇第一临时工有市场 市府在1998年为了开通中华五路 协定将市场迁到限制 而云诺六年后将会新盖市场 让摊商们迁回 但迁移不成 店家们在这里一待 今年就将满24年了 而这里近期也传出将拆除的消息 听说要听 在五当年做市场那时候 就说让他们刷来两年就会刷位了 就要去那边那边 不然那边那边接待 他又要让他们站没钱 不可能了 23年了 23年24年了 到这三月24年了 那这历史的整个过程里头 我觉得政府是亏劝民众了 那政府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要应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对民众来讲 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我觉得现在的政府 应该要用更照顾民众的这个心态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对此认为 是否应该要尽力照顾摊商 启动联合开发 打造一处楼上设宅 楼下市场的场域 或许就能够解决 事实上它可以上面盖这个社会住宅 下面呢 使用当成这个 我们的这个市场 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所以我还是希望 高雄市政府能够站在人民的角度 然后为人民的福祉来着想 而市场的所在地在亚洲新温区发展核心 目前也仅顺几间摊贩在营业 跟邻近的高级大楼形成强烈的对比 而前阵第一公有市场 未来该核去核从 或许双方是需要再重启一段沟通对话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报道 台湾灯会吸引许多观光客 到爱河湾周边散步观赏 但在爱河周末断周边 经过里长观察 却未看见往年的大批人潮 店家业绩提升的幅度也不太明显 但为了配合防疫 里长认为已经不容易 同时也邀请大家到高雄 可以沿着爱河漫步 感受港都的悠闲步调 台湾灯会在高雄热闹举办 尤其在爱河湾周边 更有多元的呈现 这是让地方里长 也对这场灯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于爱河湾的精彩呈现 让大家叹为观许之外 旅长也提到 虽然观光客到高雄 但在爱河末段的区域 除了小知名店要排队之外 却未看见地方店家 有业绩大幅成长 而陈里长也进一步提到 虽然不见往年大批观光客涌入 但在防疫期间 原本就已经是相当了难的 同时他也邀请各地观光客 到高雄除了看灯会之外 可以沿着爱河走走看看 每段都有不同的风景 值得大家漫步 感受港都的悠闲步调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报道 随着捷运 轻轨等系统建区完善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为了推广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推出整合公共运输的Mango月卡 同时配合观光旅游 更有即时卡方案 让民众出游更便利 大众运输除了使用在通勤之外 在节日人潮拥挤的时候 也是观光旅游的重要工具 让没有汽机车 或是不想花费时间 在停车与塞车的旅客 可以轻松地安排行程 出去玩才会搭节运 因为上学的话就是刚好在附近 通常出去玩比较常搭节运 就是如果出去玩没有家长在的话 一定都是通勤嘛 然后既然这张卡可以同时 不只是用在节运 还有其他的通勤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划算 而且合理的 高雄市交通局在2018年 推出整合群市大众运输的 Mango月卡之后 去年更针对短期旅游 推出了更加弹性的计时方案 搭上今年春节开始的台湾灯会 让交通服务与旅游行程一次到位 我们评估到说 有一些外地的游客 或是短暂来高雄做旅游的民众 他们会需要一个 比较整合方便 而且又很经济实惠的 一个交通逃票的组合 24、48、72 用这个三种类别的逃票方式 给民众选择 那他的服务方案 跟我们月票是相似的 那都是轻轨、公车跟渡轮 然后还有Ubike跟捷运 这五种英聚都有 对民众来说 它是一个更弹性的方案 而Mango整合服务的另一个进化 就是结合了交通运输与智慧科技 推出QR Code乘车码的方式 使用手机APP就能够购买 省去民众攜带卡片与订点取票的麻烦 那我们在推出这个实数型的方案 就是Mango Plus的时候 我们24、48、72 除了这个实体的卡片以外 我们还推出了QR 因为现在行动支付的使用越来越高 大家可能疫情的关系 他想要非接触 所以我们在Mango Plus的时候 用线上申请的方式 你直接点APP线上付款 就可以取得一个QR Code的虚拟套票 那这个套票要搭配我们现在高雄市 全部的运具都有做QR扫毒设备的建制 所以你一只手机 就可以完成这个整合性的服务 今年的灯会五行码 是由实体卡片转网数位乘车码的尝试 也希望在今年灯会的效应影响之下 让使用大众运输的观念 更升值高雄市民的心中 记者邱玉婷 周福庆 高雄报道 高雄市的武德店是全台首座 以原始功能再利用的古迹 但是周围两侧的水泥建物 切断了古迹与周边环境的连结 高雄市经过多年争取 行政院终于核准 让市政府取得土地管理权 让古迹的管用合一能够落实 古色古香的武德店 两侧的水泥地却切断了古迹与周边的连结 而在行政院同意合拨土地给高雄市政府后 文化局希望将两侧空间纳入规划 打开武德店的腹地 打造完整的文化园区格局 在文化局的部分的话 其实一直在争取它周围的海关的用地 能够让武德店这边来做统一的侠管 然后达成古迹土用合一的目的 然后也可以让武德店的整个的呈现会是比较开阔的 武德店是第一座以原始功能再利用的古迹 在完成古迹修复后更开设建道课程 在未来规划上 文化局表示会延续武德店的历史精神 打造更完整的空间意向 所以说未来的话 我们其实也会朝向这部分的话 就是让武德店 譬如说可能纳入一些公道或相关的体验场所 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武德店相关的精神的一个呈现 不过当地地长指出 武德店前的道路狭窄 而且附近停车不方便 希望能够考虑划设停车场 让观光民众更加便利 因为临时停车场有一些观光客来的时候 要看武德店没有地方停车 临时停车很不方便 如果可以也是原地这样改一个走道 就可以车子进来 那这样很实际 因为你这边的周边的环境都很好 你那个要来停车没有地方停 很不方便 文化局表示 武德店文化园区的落实是新兵计划二期计划亮点 未来将改善周边的环境景观 延续以武德店为主体的历史场域精神 开放民众游戏体验 记者崔建勋高雄报导 疫情之下学生的国际交流依然不受影响 高雄市新庄高中与日本语步高中 以线上讨论的方式共同创作一幅大型的彩色壁画 通过共同采计向世界传达地球 永续发展的信息 同学们趴在地上正进行彩绘 在这之前透过视讯和日本语步高中学生讨论 实习向永续发展目标的可行解决之道 由日本学生先完成九个项目 再由新庄高中学生完成另外八个项目的彩绘作品 除了以17个永续发展目标为题之外 语步高中也以防治都市污染课题 完成右半部 新庄高中则完成左半部 以海洋保育为主的壁画 并且加入世界各族群的人像 象征全世界的人对抗疫情共同守护地球 我画的是毛利人跟新庄高中男生的学生 他的那个形状都有 所以你要研究一下各个纹路它的意义 我画的是赛德克组 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要画那些原住民的轮廓 还有一些特征 那视讯之后呢 各组先把他们想表达的一个意象先画出来 那这个意象呢 包括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有关于捷径的用水 还有我们地球的暖化 还有这个有关于贫穷 有关于饥饿 有关于这个海洋的一个污染 这项活动是由新庄高中英语老师 在去年申请一下国际合作学习计划 与日本语步高中学生线上交流 校长也很乐见师生在疫情之下 还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 进行跨领域的交流 那我是觉得说这样的交流 对学生来讲 他们在学习课程的部分 特别是现在新课纲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叫17项的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学生 透过彼此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探讨 来线上来做不同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探讨 来自206国的学生们 可以跟日本的学生们 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文化交流 然后还有就是SDG永续发展 17个发展目标的一个学习 那学习之后呢 有更高层次的一个产出 就是这个壁画的产出 全球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当严重 贫困污染和人权危害的议题 也不时传出 台日高中透过线上对话讨论 除了完成大幅壁画之外 也向世界跨出一大步 记者来长帮高雄报道 在北高雄有一家画框经销 与制造批发的工厂 成立已有数十余年 不知停过对岸低价竞争的风雨时期 还不断地进步 因市场及客户的需求 将古典与现代感结合 把商品做出最完美的呈现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故事 上千种琳琅满目的画框条 从生产木条 裁剪 组装 也超乎想象 从最基本的国画 婚纱 海报 评图 到浴室镜 球仪 限量版球鞋等等 你当满目叫人目不暇迹 任何你想狂注做人生机的物品 老师傅都会帮你做出最完美的呈现 跟老板做了十几年 表各式各样的框 样式都看到做蛮多的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 就是做到像皇帝的衣服 气势比较浩大一点的 框样也比较大 那做起来都大概一两百公分 连我们自己都蛮惊讶的 运送他也是要用大型的货车去送 客人需要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帮他做好 这家北高雄知名花矿经销店 也是制造批发工厂 成立迄今已有数十余年 老板恰好跟台湾知名海运同名同姓 也深感为荣 因为从创业以来一直秉持苹果的精神 不知停过与对岸低价竞争的风雨时期 还带领住一群子逼兵 不断的进步因应市场及顾客的需求 将古典与现代感结合 把商品做出最完美的呈现 也因此在南台湾花矿界 能够一直独占凹头 我们跟常温航空 常温海运 只是同乡而已 它是澎湖的中屯村 我们是港子村 很高兴能够跟它是有一个投公司的名字 也是感到无比的光荣 以前我们都是专做婚纱业 那时候三十几年前 婚纱业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 到处都你看中山路 中正路到处都是一些婚纱店 十五六年前的时候 结婚人口数的减少 已经在没落 婚纱业他们都是从大陆直接进口相框进来 跟我们竞争 然后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们就是用台湾的东西 然后我们台湾的东西我们可以客制化 大陆的东西它比较不能客制化 就不断地去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客人的需求 想要框住地球吗 没问题 甚至想框住火星 月球都OK 把你最想留住的记忆带过来 老乡框店会还你一个人生最美丽的顶格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市有一间创意料理餐厅 老板原本是家族传承的黑手修车师傅 因为想体贴母亲 算而投身餐饮业 这家餐点不但造型别致 口味丰富 特别是海鲜的处理十分贴心 都让顾客不需要用手剥壳 将蟹管肉粘粉捏成团状 放进锅里油炸 装饰用的两只蟹饶显得相当有趣 配上鲜虾以及蟹肉 生猛十足的虾兵蟹酱通通来报道 例如三点蟹饶一般都是外面清蒸 避风糖 那我只想要做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方式 另一道将结瓜干贝和鲜虾穿在一起 没有太多的调味 只有蒜片 却能够吃到三种食材最原始的风味 特别是在口中的化学反应也是广受好评 曾经继承家业担任修车师傅的老板 现在却成了创意料理的大厨 从夜市摆摊到设立连锁店 也从传统的小吃到现在的创意料理 全心全意投入七年的时间 只是因为对于做菜的热爱 而激发老板在餐饮上发光发亮 最主要的原因 却是因为当年老妈做的饭菜不够好吃 我喜欢做料理是因为妈妈不会煮 朋友们从小时候常常吃的就是炒高粒菜 煎个蛋煮个汤一个白饭 妈妈不会煮 我就对一直想要进去厨房帮妈妈的忙 但是我也不会 所以才会一头对餐饮会有一个热忱 就是想要去学 现在开了自己属意的餐厅 更能够不断的尝试发挥自己的手艺 一切都来自于一颗感恩的心 也让老板在思考菜色的同时 更能够用同理心了解顾客的需求 提供更美味更丰富的创意料理 记者许纯青 王一群 高雄报道 高雄市的空品凉率联系两年突破八成 改善空污是陈其迈市长的重要政见之一 环保局也积极推动空污管制的排放措施 而在今年一月份的空气品质 比起去年又更加改善 期望在今年能够进一步改善高雄的空气品质 高雄市环保局针对空气污染 推动了多项的减排以及减煤的管制措施 让高雄的空气在今年有着显著的进步 今年一月份比起去年 不仅空品凉率更高 PM2.5的浓度也比去年更低 高雄市的空气品质连续两年 我们AQA小于100的比例连续两年达到80%以上 然后另外我们的PM2.5的浓度 也是达到18.5微克 那持续朝向我们国家的目标15微克迈进 那另外我们今年的一月的空品的优良率呢 也是相较于去年也是有提升的现象 除了要求新达电厂扩大减煤30天 针对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高雄市环保局更是淘汰多辆老旧汽机车 与推行电动公车 改善高雄的移动污染 那我们在易善源的管制部分呢 我们除了加强营建工地的自主管理以外 我们还增加了相关的绿地的面积 那目前高雄市空品进化区绿地的面积 达到182公顷为全国最高 利用多管旗下的方式减少来自各处的污染源 环保局也与水利单位合作 改善细边裸露地 并且加速推动至前机中烧 强化污染的消减解决异味问题 那我们今年度呢 也会持续地针对各项污染源 进行相关的规划 跟进行相关的管理 那希望我们会持续朝向空品 更好的目标迈进 环保局表示将持续针对固定源 移动源以及液散源等三大污染源 推动各项空污减量以及加盐管制措施 在未来进一步地改善高雄的空气品质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随着一文团体进驻魏武营三联洞 到捷运魏武营站的联合开发案 让凤山忠诚计划逐步启动 明代和地方团体纷纷提出建设看法 使这个区块的发展充满想象空间 使者则建议市府和民众对话 让凤山忠诚计划的发展 能够更符合民众的期待 捷运魏武营站联合开发案 预计将引入180亿元的投资金额 新建商业大楼将成为凤山中城计划的地标 和魏武营都会公园国泰重划区 形成三个重要区块 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建议 以空中绿带的方式将三个区域的人车 进行立体分流 以后人有可以透过凤山碟益 就是一个空中绿廊带的概念 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 或者走捷运的地下街的路往 到达不同的区块 这样透过这样的都市的整体改造 才有办法让魏武营中城计划 迈向国际文化特区来发展 进一步让凤山成为整个的城市博物馆 另外艺文团体进驻 魏武营都会公园的三联洞 成为魏武营朝向艺文聚落发展的起点 让凤山多了一处艺文生产基地和展演场域 并且结合魏武营国家艺文中心 和大东文化中心等展演场域 带动凤山的艺文发展 其实场域空间的提供 其实对艺术家来说 就一个很大的诱因了 因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 其实很需要的是一个场地空间 那在场地空间 他没有被约束什么什么管理规范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好去创作发挥 针对凤山中城计划的发展 高雄大学曾子峰教授认为 应该像维基百科一样 由民众共同书写 是否应该创造对话空间 让民众讨论在这个区域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开发商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行政部门应该积极支持 让老百姓来进行对话 来进行他们对想象的一个勾勒跟描绘 然后让这件事情成为高雄市 在逐渐迈向一个市长讲的 迈向未来百年的过程里面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 而且具有创新的 在这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一个计划 区域的开发关系产业的发展 以及交通建设和民众的生活 市府虽然有最后的决定权 但也希望发展方向是在地居民认同 凤山忠诚计划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面貌 值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两年多 许多民众也因此改变了 生活习惯与消费模式 烧出门使用3C产品的时间也变多了 诈骗集团乘虚而入 根据统计 近一年来诈骗案件有增无件 其中更以假投资局管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不仅影响民众生活作息 外出采购旅游变少 最近一年来诈骗案件也层出不穷 原因之一就是在家的时间变多了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比较不出门 以前会到代卖厂 会到百货公司 会到实体消费去消费 但是现在都是在网路上消费会比较多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大家的收入很多人都是减少 不管是商店或者是个人 通常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收入都会减少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增加额外的收入 所以很多就会借由投资来做诈骗 根据内政部统计目前诈骗案件 最多以假投资居管 其次是解除分期付款 第三个是购屋 消机会提醒民众 ATM无法解除银行账户的分期付款 若是信用卡分期 务必亲自打电话至信用卡公司解除 ATM不能解除你账户的 银行账户的分期 所以记得 如果说有人告诉你说 你的分期付款要用ATM去解除的话 那一定是不对的 那如果你ATM是用信用卡去分期的话 那么你应该是用专线打电话到 他们信用卡的专人服务 然后去解除这个分期付款 疫情改变了民众的生活形态 也改变了许多人的消费模式 诈骗集团趁机而入 除了固定模式外 也结合十四引军入翁 民众遇到诈骗 务必保持冷静 再三求证 切勿让诈骗集团得逞 记者盘志光林嘉宜高雄报道 桌游狼人杀 密室逃脱 十下年轻人之间最热门的游戏 除了这些 现在还需要加上一个全新的名字 剧本杀 即源于欧美的情境式扮演游戏 这几年正默默的在高雄游戏群立足 一张桌子 简单的空间 没有过多的摆设 但在这里 玩家却能够扮演各式人生 体验故事背后的恩怨情仇 透过逻辑推理 与团队讨论 找出隐藏在黑幕中的藏镜人 那剧本杀呢 它通常会有两个元素组成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会是角色扮演 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拿到一个 像是这样子的剧本故事 那这个剧本故事 你看完之后呢 你就会了解说 你要扮演的是谁 然后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以及你现在要干嘛 这样子 那第二个的话 会比较常运用到的是 逻辑推理的部分 因为你除了自己的角色故事之外呢 你还要去理解 就是其他人的一些故事 他过往的一些 可能来龙去脉 或是一些情感上面的纠葛 近来桌游等互动游戏 已经成为年轻人聚会的热门选项 而剧本杀在此时 能够成为填入市场空白的 另一片拼图 与其他类似活动区别的优势是什么呢 算逻辑推理的 就会有点像是 每个人在这里面会遇到一些凶杀案 那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强大的凶手 那第二种的话 它会比较像是密室逃脱的玩法 那玩起来的感觉 就会像是我们一起团队去解谜 所以它通常会伴随像是恐怖的剧情 或是它可能会有人格分裂 或是那种就是超现实的一个部分 特殊的游戏设置 其中核心要脚离不开主持人 要能够顺利引导游戏在过程当中 让玩家沉浸其中 需要的可不仅仅是理解游戏规则 还要能够敏锐掌控每个参与者的细微变化 那对我们这边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我能够理解玩家之间的一些感受 我能随时随力的去抓住他们 目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提供他们协助 那在这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成就感 那对我来说 它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 一盒盒的剧本道具 一件件的扮演服装 这个空间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故事 如果假日想与三五好友聚聚 亲身体验烧脑又刺激的情节 不妨试试剧本杀这个全新领域吧 记者邱玉婷 周福庆 高雄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农地区寝时多云 气温是16到26度 南投台中彰化远离嘉义地区 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6到24度 台北吉隆桃竹苗地区 阴短暂雨 气温是15到20度 宜兰花连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阴短暂雨 气温是8到25度 想知道高雄最在地最及时的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独新闻之外 关注YouTube高雄都会台清联港独频道 或是高雄都会台FB粉丝团 都可以随时随地一手掌握高雄所有的大小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嘉义 祝您平安盛心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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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不能出国 这是台湾 既然不能出国 为何不带家人国内走走 这是美农湖 这是台湾 这不是外国 这在台湾